哈哈哈哈,过年就要吃这道菜,笑口常开 今天我就用海鲜来变个魔术 蛤蜊,瞎滑 让在团圆饭呢,我们大家都吃得羞哈哈 首先,我们把粉丝来泡个热水 诶,不是你们咯 别误会是这个粉丝 我当然不会把你们来泡啦 水滚后,我们就把蛤蜊放下去 加点葱,姜片,料酒来去腥 煮到蛤蜊开口后呢,就可以拿上来 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霞滑 加入萝卜,白胡椒粉,然后搅拌它 我们现在呢,就要把这个霞滑放进蛤蜊里 放好我们刚泡好的粉丝 整齐的摆在碗中 油热后,我们就放入蒜末和虾米 爆炒先 加入一汤匙的糖 一汤匙的生抽 一汤匙的蚝油 翻炒一下 然后呢,均匀的撒在粉丝上 然后再上锅,蒸10分钟 哇,新鲜出锅啊 这道菜,笑口常开就好了哦 吃的这一个,就要羞哈哈 滑滑,又有弹性 加上刚刚淋上去的酱料 搭配起来,也就是一级棒 我们就来试吃 哇,弹调哦 那个蛤蜊跟那个虾花的鲜味 在我的满嘴里面爆发出来 蒜香味很完美 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要笑吗? 因为吃了,笑口常开 哈哈哈 喜欢这个视频 就快点点赞收藏啦 要不然你们就找不到了 还想看什么年菜的食谱呢? 你可以在以下留言 告诉我,我是陈君 我们下期见,拜拜